有缘人,在佛教当中,邪淫是或是当中最严重的一种,也是佛门当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。 不论是在家的居士又或者是出家的僧人,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不可犯的一种行为。 所以佛门讲道,如果一个人淫欲心太重,那便是业障深重的直观体现。 如果长期犯下邪淫,则必然会承受非常重的因果报应。 如果一个人的淫欲越重,说明这个人的业障也越重。 假如我们在生活中遇见这样的人,一定要小心与他来往,因为可能会让自己误入歧途,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 那么,什么才是邪淫呢? 男女生育本是天地大道的自然规律,是生命延续的根本,这本没有错。 但如果人们却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放纵享乐,就违背了天地意愿,耗损了自己的生命精华。 所以,凡是非正当夫妻关系而实行一切行淫之事,以及正当夫妻之间的纵欲过渡行为,都属于邪淫的范畴了。 这样的行为和思想,就是以人事而行畜生之道了。 那么,没有结婚的男女朋友算不算邪淫呢? 也是的,因为男女朋友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,也没有双方父母亲有熟知认同,更没有进行天地,父母亲有认证的仪轨。 我们要知道,在古代,名为正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,是关乎女性名誉的大事。 所以,在结婚前,是需要经过三书六礼,三为六聘,这样严格且隆重的仪式才会正式迎娶了。 哪里像现在这种两个人见一面,就能够睡一起这么随便呢? 虚云老和尚说,三界轮回因为本,六道往返爱为基。 这三界六道之所以长存,就是因为众生内心的贪爱,淫欲心太过赤胜,才无法挣脱轮回之苦,无法逃离三界这个大火宅。 《花言经》讲到,邪淫之罪能令众生跺三恶道。 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,一者欺不真凉,二者得不如意眷属。 经书中说道,犯下邪淫的众生会因为自己的因果业力而感召到三恶道受苦的恶果。 若是从三恶道中出来,生为人身,还要受到两种恶果。 第一就是自己的配偶不忠良,第二就是自己找到的眷属并不如意。 古语说,色子头上一把刀,淫欲太重的人一定会遭到非常惨烈的果报,报应非常不爽。 而邪淫的行为,皆是因为其人淫欲心太重所导致。 所以,治标还去治本,首先就要明白自己是否淫欲心重,之后再根据对治方法来治疗。 淫欲心重,身上会出现这三个迹象,有一个也要注意了。 一,贪欲过度。 作为凡夫俗子,拥有欲望渴求是一种正常的表现。 但凡事不可过度,要有度,有理性能够控制。 凡事过犹不及,贪欲过度,就会增加自己的业障。 世人贪求的东西很多,能贪的事物也很广。 而在本视频中所提到的贪欲,主要是只贪恋男女之语。 愣眼睛中说,淫欲不除,沉不可出,纵有多智禅定现前,中落魔道。 可见,淫欲的果报是如此的惨重,人可以存在正常的欲望,但是要保持有度。 贪欲过度,就容易造成自己的业障深重。 一日,临近设位城的村庄中,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 有位妇人抱着孩子,拿着水瓶,准备到井边积水。 当时离井不远处,正坐着一位容貌端正的男子,在弹琴自语。 妇人听到美妙的琴音,又看到男子潇洒的身影,不禁为其所吸引。 而这名男子,也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妇人。 已是亿万情敌,失去理智的妇人,不知不觉中,竟错将孩子当成水桶,悬榜于井中。 等到妇人回过神时,才发现孩子已经死在井里。 妇人一时悲愤,懊悔不已,垂胸痛哭地说,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念染污心,才犯下这不可挽回的过错。 四十二章经讲道,财色于人,人之不舍,譬如刀刃有蜜,不足一餐之美,小而视之,则有割舍之患。 佛经中说道,美色于人,人是很难放下的,但对美色的贪恋,却会为自己造成极大的伤害。 这就好像是刀刃上涂抹的蜂蜜,根本无法填补自己的肚子,但小孩子去填事时,却又割掉自己舌头的危害。 有智慧的人明白了这一点,再见到色欲,绝对会避而远之。 你看世间云云众生,因为贪欲过度而走上不归路的可怜人,他们的处境多么令人唏嘘。 再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,更是令人警惕不已。 现如今,夫妻感情不合而导致离婚的人有太多太多,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,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犯下了邪淫,以至于感到如此结果。 二,发火生气,愣眼睛中说,色目行淫,同名玉火,菩萨见玉,如碧火坑。 我们都听说过,玉火焚身这个词语,隐喻心太重了,就好像内心有一团强烈的焰火一样,要把自己点燃。 当自己经常一炉一炉,喜欢生气发火时,你就要注意了,这或许就是你内心强烈且不自知的浴火,点燃了心中的陈年。 发火和生气,就已经触碰到陈心了。 淫欲中的人也长深重,特别容易生气发火。 当一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发火时,不仅容易伤害身边的人,做出折损福报的事,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容易因此受到伤害。 所以,一个修身养性,道德高尚的人,若发现自己有淫欲心,那么就会像看见火坑一样,想方设法躲避它。 否则,就像跳进火坑一样,对自己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。 杀生害命,经约,诸恶业中,杀生罪为第一,诸善业中,放生罪为第一。 杀生害命,短命多病,这是因果。 生命是最宝贵的,哪个众生不爱自己的生命呢? 在所有恶业中,杀生的罪业最重,果报最惨。 放生犹如忏悔,放生越多,福报越大。 淫欲重的人,疾病缠身,常遇诸多灾难等等,其实都是杀生果报。 贪图口腹之欲,而去杀生害命,就是为自己种下恶因恶果。 若不去杀生,能够做到护生放生,结下的都是善良的缘分。 培养的福报,就是属于自己最大的福田。 淫欲重的人,要去多学习善知识。 这样做宵夜想,做善知识想,随后对自己往昔所造的恶业, 生起后悔心,忏悔心,发心努力,好好学习善知识,断恶修善。 如此才能转换因果,一步一步离苦得乐,福报自然来。 愣言经,曰,银心不除,沉不可出。 纵有多知禅定献钱,若不断银,必落魔道。 一个人如果不能断出淫欲之心,纵使修行的功夫很高,能够有禅定功夫。 一旦生了淫欲之念,就会破了戒律,修行就垮掉了。 依旧会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生死,难有解脱。 邪淫的危害不可胜数,这四大果报,无人能够幸免,不可不谨慎。 一,会感召不好的命运。 婚姻不顺,邪淫重的人,一定不会有好的命运和顺利的人生。 已经结婚的人,会造成夫妻反目,家庭不合,甚至会有婚姻的破碎和解体, 造成人才两空的结局。 没有结婚的人,会招致不如意的伴侣,不忠贞的婚姻。 夫妻之间,往往没有好的缘分,过得磕磕绊绊。 邪淫之人,存心不正,目的不纯,精神违靡。 人生的一切,无论工作还是事业,都不会顺利。 饱暖思淫欲,有的人本来事业家庭都蒸蒸日上,一旦邪淫,往往就会走下坡路,成为人生的失败者。 二,严重消耗自己的福报,影响自己的命运前程。 有一句话说,富不过三代,一个家庭再富有,再有福报。 如果后人贪淫纵欲,一个家庭很快就会走向衰败。 一个人有再好的前程,一旦邪淫,做出伤天害理的事,人生很快就会反转,甚至会有灾祸和牢狱之灾。 一个人本来能挣一百万,一旦出现邪淫的行为,说不定连二十万也挣不到,因为他的福报被邪淫的行为消耗了。 越是那些出名的人,公众人物,一旦邪淫,影响极坏,不但失去了人脉资源和社会地位,此后他整个的人生就会因此变得落魄不堪。 三,严重影响自己的精气神,多病或早药,一个人的健康就是精气神。 邪淫的行为就是精气神的头号杀手。 有一句话说,精满不思淫,气满不思食,神满不思睡。 越是邪淫的人,纵欲的人,往往会欲求不满,身体始终处于亏空的状态,精神不振,四大失调,免疫力降低,也更容易罹患疾病。 自古有言,色字头上一把刀,二八加人体四苏,腰间障见战渔夫,明笔不见人头落,暗中叫君骨髓哭。 长久的淫乐放荡,一定是以消耗自己的健康为代价的。 乐由精生,精是什么? 生命的精微物质,经常审明于邪淫的人,精气神流失严重,最后的因果就是疾病和早死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四,折损因德,获颜子孙。 邪淫的行为果报非清,远在儿女,近在身。 媒体上经常由于有夫之妇有染的男人遭到报复和杀害,也有的男人因为跑到情妇的家里去做苟且之事,被人家的丈夫回家撞个正证,无处可逃,甚至会发生坠楼的事故。 这就是现实报应,因人妻女者,其妻女必为人所因。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,丝毫不爽。 父母邪淫名声不好,其儿女也会在人前抬不起头,一生也难有好命运。 有其父必有其子,父母荒唐不孝,其子女也往往会荒诞不惊,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,后人往往也不会有好的教养和出息。 根不正鸟不红,都是源头上的苦因苦果。 邪淫的行为,无论古今还是中外,都不会为道德和法律所容。 更会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因果,尤其是学佛修行的人,更要借出坚决杜绝。 赢太过必有祸,与太重必有灾。 做人欲望中,不仅得不到半点好处,还会损耗自己的福报,最后留下臭名,得不偿失。 所以,要学会克制自己。 适当的欲望,则是一种动力。 过度的贪欲,就是自我毁灭。 管好自己的同时,也要看清人。 如果遇到不感恩,不理解,不自知的人,趁早远离,保持距离。 不离,不看,不来往,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断言语,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和看法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。 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,共修基附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斗内,小额赞助。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右。 最后,请积极分享。 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。 不仅帮助了别人,也让自己受益,种下智慧种子,功德无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